忍漠無情 就是靈魂的癱瘓 就是過早的死亡 天靈魂... 騎著爪位 天靈大聲的文章 說小聲的文章 我是竟然請妳就不能來到文章 妳如果來我會 妳要順便到大壁 今天妳很棒耶 我要算名 妳要算名 我要算我2017年的那個文 文...文是怎樣 文啦 文就是文道友的文 文...文旗的文 文旗的文 妳要...文... 文妳的名 文文我的名字 文妳的名字 好 真好 我就是 妳來挑一支 妳就知道2017年的文是怎樣 好 就這支 好 這支 給我看一下 我看看 這支好喔 妳可能看錯了 是 這真的假的 對啊 這不是就下下籤了 這下下籤 大富大貴沒有 對 不是大富大貴沒有大災難 不是 是大富大貴沒有 大災難要小心 好 好 怎麼會這樣 不要緊 我們這個命印的人 不怕孕癌磨 好不好 我們來問一下特別來賓 到底妳的2017的孕勢怎麼 我還穩 妳還穩 好 來 我們歡迎特別來賓 第一位是我們的傑哥 哈囉 大家好 我又來了 我是傑哥 第二位是我民俗專家 吳章鈺 吳老師 好 第三位是科幻作家舒玉萍老師 大家好 第四位是資深媒體人胡孝晨 大家好 大家好 剛剛我們講到這個 因為人都要算命 然後有些人去算命 算錢財 算愛情 這個結果算到 被騙 就是算命騙錢這檔事 古今中外都有 為什麼有人甘願被騙上當 也沒有人甘願 就是被騙 他不是甘願 對 他就 但是因為他的那個情緒被帶著走 所以說他自認為說 就相信說 算命的可能跟他講 就像說你可能捐點錢 或者捐出你的身體 雙修 雙修 可能就會得到一些財富 那為什麼有人會相信呢 傑哥 你有沒有類似這樣的經驗 你是說像這種就是被騙的經驗嗎 對 是有 但是我覺得幸好我非常的聰明 沒有被騙到 是 是什麼樣的狀況 反正就是那時候就是也是 就是運氣比較不好 然後就是什麼工作也都沒上 或是說你談好的Case也是被抽掉 那時候就是有 就是請朋友就帶我去給一個老師看 是 對 那個老師就是 也是跟我講得非常非常多 但他最後呢 我覺得他這個重點是最後的最後 他說 我們現在呢就是 你只要捐多少錢 然後我們就是幫你做一個 消災的一個動作 是… 就是騙財 然後我就那時候 我就也都沒錢他還騙我 好困難喔 對啊 就因為沒有Case 沒有錢他還騙我 當然就沒有錢 那算命的會不會就是說 既然沒有錢 那我用另外一手 我們用雙修 能夠改妳的命 我覺得幸好可能我不是他的菜 他沒有找我雙修 那一次是沒有 郭哥 我有一個被騙色的經驗 真的啊 很嚴重喔 趕快講出來 這個是我心裡的痛 怎麼說 因為我就是差一點被騙色 因為它是一個道場 然後就去那邊修行 然後我大概在那邊一年喔 他之後就說 要脫光光全身畫幅 你怎麼眼睛亮了 因為我想畫幅啊 就是畫幅奏 這樣還給妳 對啊 要畫幅奏 然後因為我的朋友已經被畫過 是女生喔 全身脫光畫幅 是畫正面還是背面 全身 連吃蜜蜜都畫 天啊 然後朋友那時候跟我說 就是一切正常 真的 他真的在畫幅 妳就不宜有他嗎 對 我就不宜有他 我就真的脫光 然後裹著棉被 這樣等他要來幫我畫幅喔 好像古代那個皇帝那樣的 對 結果下一秒他就脫他的褲子 天啊 有看到什麼 那妳沒跟他講說 我沒有要畫妳喔 不是 到底是我就嚇到了 我就趕快傳簡訊求救我朋友 然後我朋友就衝上來救我 然後好險就是沒有被他怎麼樣 他就起了那個色心 所以說妳看傑哥是差一點被騙錢 被騙錢 那妳差一點被騙生 就是 笨 不是笨啦 因為射手座的喔 他這本身就絕對相信 絕對不相信 中間沒有模糊地帶 真的 那以他這個小女孩 他是絕對相信 我那時候很相信他 對啊 還好 還好妳沒有被騙 那觀眾朋友 要不然那個心都碎了 所以說我們這個 智希 我沒事 他沒事 好不好 還可以繼續騙他 不是 還可以繼續來欣賞他這個 精湛的演出 對 好 那我們就講到這個 算命騙錢 這個 吳老師 好 首先喔 這算命騙錢 妳應該不會啦 我會 真的是 因為我會跟他講適當的謊話 恢復他信心 對 算命要這樣子 老師講的重點 人會去求神拜佛 你有沒有聽人說 有很多人找藥店 沒有很多人找藥店 去算命 求籤 這個為什麼 都是人缺乏信心 對未來茫然 還有一個 有的是貪念 貪想更好 這幾個 你不要換這些都不會有問題 剛剛那個智希講的那個 我想觀眾很多都不知道 要分清楚 命跟孕不一樣 對... 這個是命 命就是貝禮留陀西 命就是家庭給你的 你一個人長得怎麼樣 你一個人能不能少婚多三十年 那是命 你父母親 絕對主宰你前三十年的命 這沒辦法改變 對 出事後會好餓會散 家庭給你的 職 航班 派得出荷順 騙人 派得我怎麼看他出荷順 我吃好幾個荷順 吃好幾個荷順都沒有派得出 也派得出 這屬實 還有一個人的貴和賤 你老婆如果有做官有衝 你自然就那種 氣質什麼就比人家不一樣 對 跟一般那個 你可能年輕的時候 就被送到國外流血了 所以命是什麼 命就是 這個 聰明跟笨 治癒 對 很多人的病都是傳染 都是遺傳 那也是父母親 這是命 這改不了 知道嗎 第二個是韻 韻 韻就是一個人的順跟膩 順膩 順進 逆進 有的人少年得志 有的人中人發達 有的人老來再花 你看 太公八十億文王 對不對 然後蘇東坡21歲 考上進士 而且考上這個榜眼 這種是韻 但是呢 後來有祠跟祖 王安石 31歲拜相 蘇東坡呢 少年得志後來被扁到黑年 扁到海南島去種野籍 少年得志 少年得志 但是後來他又回來當宰相 對 反而他救了王安石 這個就是 這是韻 韻呢 他有十年大韻 十年大韻 有 一年一年 你剛才問的那個 年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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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孕有個種看法 第一種就是照星想去看 第二種就是他們有用吉米倒數 有用北梨竹餅 像你們現在比較流行星座 對 沒關係 各有千秋 最重要不管怎麼樣 人要懂得一個原理 整個命運學 它是告訴你一個原則的 你一生命 如果你家庭好 你娶母或孫娶得好嗎 我告訴你 你的事業不會好 為什麼 好的東西集中在那邊 壞的就在這邊 事業好的人 所以我們常常在講 財都深藏露 官聖子媳契 我做很大 很富貴的人 不怕孫 就好去農地面 盤青就怕去講 再來人一生 有時親更 有時假面 有時候這幾年你先花 他不要花 所以也不要去嫉妒人家不要去 因為可能就快到你了 也不要自怨自憾 搞不好三年一運 後派叫的 對啦... 只有一件事情大家都碰到 生跟死是平等 所以叫什麼 總有一天等到你 葬醫師都這樣唱 總有一天等到你 他就是老師講得對喔 是啊 你可以不參加你人生的婚禮 但是你一定要參加你人生的帳 是... 這個蘇老師 你有什麼樣 其實算命是一種 非常好的心靈控制的方式 心靈控制 真的耶 因為現在要界定一個東西 就是說算命這種東西 它是有一些根據在的 並不是所有人都是這樣 胡搞瞎搞這樣亂吹牛 那算命它如果在某些程度 知道你生命的一些軌跡的時候 它要控制你 或是說讓你去做一些事情 是很容易的 剛剛志祺講那個 其實那個 要騙你那個人 其實是沒有什麼創意的 他這個... 他這個典故是什麼 朱老師 妳是意思是說 他的身體沒有什麼創意 不是啊 因為他騙我沒創意 然後我還被騙 那個人那招 用的是日本的鬼故事裡面的 五耳方一 有沒有 在身上畫滿符咒 對 畫符 後來當然還是被鬼抓掉兩個耳朵 因為他忘記在他耳朵後面畫符咒 但是其實喔 所有的算命的裡面 其實我接觸過滿多 其實有些其實準確度 是還滿厲害的 像不只是死的一朵樹 妳的鄉野反彈 我們大家都很愛聽 妳又去訪問到哪個算命學 對 實地去調查 我大學的時候是在西雅圖念的 然後那時候呢 我剛回來台灣 然後呢 有一群朋友是從西雅圖回來的 我們在那邊聚會 然後聚會的時候 有一個朋友帶一位 跟西雅圖沒有關係的 後來我們才知道 他是一個風水大師 結果呢 他很無聊就看到一張那個 西雅圖的那個地圖 那閒著無視就在那邊畫個圈圈 畫個叉叉 畫了之後 他就在有一個地方 就畫了一個圓的圈圈 就跟我們講說 這個地方呢 是你們西雅圖的龍穴所在 龍賣 什麼人要買的話去那邊 買這個畫地最好 每個人看到之後都會 那個交換一下眼神 你知道那是什麼地方嗎 那是什麼地方 比爾蓋茲的房子 比爾蓋茲 已經知道那個是龍穴了 他在西雅圖那個 很有錢的那個區 他買了四個單位 把人家房子拆掉之後 建了一棟那個 有點像是那種現代的那種科技 科技的玩具房這樣子 好 那我們那時候就故意 跟這個風水老師講說 這個喔 地點有點貴 好像不太好買 他說 這個地方好到什麼程度你知道嗎 他說 好到你就算沒有在那邊建房子 你挖一堆土放在你家 都很好這樣子 真的假的 已經到這種地步了 然後呢 他後來就跟我講過一個另外一個 故事就可以解釋 算命為什麼能夠控制人 他有一次去參加一個很大戶人家的 那個媽媽的喪禮 結果呢 結果他就在那邊當場表演 那個墓碑就是已經安好之後對不對 他在墓碑上面這樣舔了一口 這位太太是糖尿病死掉的 什麼的 舔墓碑就知道她糖尿病死掉了 然後後來她就... 我摸一下墓碑 我還知道她高血壓很高 對 所以呢 後來呢 那些其他的風水老師 彼此都是互相相爭不相讓的 對不對 後來每個人知道這件事情 都覺得非常的崇拜她 可是這個老師私底下跟我講說 其實她也是蒙這些風水老師的 她說那個老太太的生辰八字知道 因為那個鋪文上面都有寫嘛 死的時候也知道 所以大概知道她什麼歲數 去調病人 去醫院調病人 哪個人認出來 已經糖尿病死幾年 她雖然是風水老師 但是她也知道一些這些命理的東西 所以她算一算大概知道說 她過世的時候是糖尿病的那個 死掉的機率比較大 她就表演了那個鐵木碑 然後講說這個是糖尿病死掉的 所以這個故事就告訴我們就是說 如果你懂一點點算命 而且要有一點點居心的話 其實很容易可以控制別人的 沒錯 要相信自己 這個比較重要 孝成呢 孝成你這個有遇過什麼 有被騙色嗎 我這樣子能被騙色嗎 你看她那長相不被騙色很難 是啊 這我是很難的 英俊瀟灑開 我怕她說想騙我的人 晚上做個夢 那個 現在剛才有提到一個就是說 像那個什麼 算命把算進老鼠會的這種狀態 對 其實我說實在 這個是一種比較新 但是它不是很新的東西 因為它是一個信料的男的 它就是在網路上面 成立的一個叫做那個 撲克牌APP占卜程式 它這弄完之後就告訴你說 你們大家一開始就免費 然後你們就算來算 算不好的話 沒有 真的有什麼樣子的疑難雜症 找老師我 那你當然就大家開始在玩APP 玩到後來的時候 一定很曬嘛 是 你命再好都會很曬就對了 到最後的時候你就想 我不行了 我最近真的很衰 那怎麼辦 就去找這個姓廖的 姓廖就說 我跟你講 我現在這邊有一個那個 另外一個那個什麼 命理的那個 的那個顧問公司 這個顧問公司怎麼樣 你與其每天在用APP APP準確度不高啦 你還不如乾脆自己學會這個 這個算命的方法 然後你自己就幫自己算命 你算了這個命之後呢 而且你還可以就是 拉其他人有沒有 一起進來 然後另外的話 每一股的話就是 就是你要入會的話 九千八百塊錢 完了之後呢 在做什麼事情 他就這樣 他就告訴你說 我跟你講 現在老師算完之後 撲克牌我們算完之後 在西北方位那邊的話有沒有 有一個事業 事業體非常好 所以呢 你拿個十萬塊錢出來 我們大家投資一下 一定大發啊 我跟你講 就後來就一... 一狗票就全部過去了 這一過去之後呢 結果他騙了多少錢 騙了五百多萬而已 那也算很多 你看看這個 如果以老鼠會來 一個拉一個的話 真的是那個後果不堪 我要去學算命 你不要學算命啦 我告訴你 不過講到這個算命 我就突然想到 十二個星座裡面 什麼星座 對 最容易被騙 最容易被騙 你們講 雙魚 射手 牡羊都會 你們幹嘛 但是射手 牡羊 因為牠們性子比較急 他們可能會去算第一次 第二次之後他們就說 這個胡說八道 牠就不去了 屬於行動派 但是我覺得 最想要算命的是 雙魚座 因為雙魚座牠沒有定見 對 牠沒有主見 牠認為這個運氣不好 牠就想去算命 而且又糊裡糊塗 就相信那個人家說的話 因為耳根子比較弱 所以雙魚座中容易被騙錢 對 但是 如果不相信的話呢 有天蠍座 天蠍座為什麼不相信呢 因為牠想去找算命的時候 就是我在看你算什麼 因為牠想找答案 牠並不是真的要去算命 牠在挑戰 那另外一個獅子座 獅子座因為牠對自己非常有信心 牠也不大會去算命 那另外一個 水瓶座 牠絕對不會去算命 牠去算命只是想說 算命的到底是 憑藉什麼樣的根據來算命 牠想找答案 隨身去答案 這是一個婚 有 這就是個婚 家庭就是婚跟合 這是命定的 對 這裡是用壞 我們怎麼買 我們就是個性 個性 什麼都改 全都人喜歡我們家裡擺個財神 妳進來看到那個財神 財神很和氣 對 亂到上面也有族 年紀關係就都要重何生產 我們有另外一個水瓶座 自視甚高 他絕對不會去算命 他去算命只是想說 算命的到底是 憑藉什麼樣的根據來算命 他想找答案 所以去探索 那麼大家會覺得說 雙子座應該也不會吧 雞里瓜的 天秤應該 能說三道應該也不會 我告訴你 雙子天秤也一定會 因為他們講了半天 對自己本身是很猶豫的 對自己是沒有信心的 猶豫不絕喔 對啊 是不是 他們每次在那邊猶豫我都會受不了 就說 就這個吧 對啊 那就對啦 所以說你如果另外一半是天秤座 你可以幫他做決定 因為你射手座 可是但是你幫他做決定 他也是會在那邊說 可是這樣好嗎 他其實自己心裡有一個好 對 而且他自己心裡 其實有一個想法在 包括這個搞不好出國 他要選飯店的時候 他都在選說 三千塊的好 還是八千塊的好 五千塊的好 一直在那邊猶豫不絕 不知道要選哪一個 其實很簡單 如果天秤座這個要決定的話呢 你就選定一個 中間加會五千塊的 你看那圖片都很好 你就到了當地去住嘛 就不要再想了 就不要再想了 因為到當地你如果發現 不符其實的話呢 那你也就住下來了 就過了 就過了嘛 那你為什麼那時候就做決定 為什麼不在事前就做決定 因為你到那邊 也不大可能會去比較說 看到你曾經在網路上面 看到的飯店 那你都已經去了 所以說你在猶豫是多餘的 對 講到這個行動 我想問一下 如果說命是真的 可以被算準的話 那是不是就沒辦法改運了 會不會就沒辦法就被改運 因為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今天就是算了你未來的命運 那你可能就是 會不會想說 就是一直往這個方向走 就沒辦法再改了 比如說他說你明天出門會被車撞 那你可能就覺得說 那我今天不出門 會不會就不會被撞了 我覺得不要太認真了 是有這樣的說法 就是說明天不出門 但是後天一樣會來 對不對 你不出門 以你不出門的那一天算起 你明天一定會被撞 所以說你還是得出門 我舉個例子 像你剛才講到雙魚座 像我認識一個雙魚座的女生 她在30歲那一年的時候 跑去算命 就算了之後 因為那個算命 老師跟她講說 你37歲的時候 才遇到你的真命天子 前面的這些有沒有 這個什麼情感 包括你的現代的婚姻有沒有 全部是假的 都是眼睛業障重 眼睛 假的 眼睛業障重 對 他是結婚的 重點他每天想說 他已經結婚了 對 我前幾天還碰到他 他跟妳講 我跟妳講 他說我跟妳講 大哥 再過兩年 我可能就遇到我的真命天子 聽完差點沒有昏倒這樣子 不要想太多 因為雙魚座他愛做白日夢 他所做的夢是給別人給他的 或者他自己想像出來的都有 包括他去算命 他不是說37歲嗎 他就一直等 等到好不容易這個夢 快要夢想成真 所以說他除非有人把他點破 一直把他點破 他就覺得說 其實沒有那麼的 一場空 一場空 沒有人點破他就繼續等 對啊 到底結婚了 還想這麼多 所以說雙魚座會在心裡面暗置 去期待這個事實的到來 可是老師運可以改嗎 是 吳老師 命可以改 命不能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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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三十年都不會改 來…我洗一下好了 現在吳老師要寫一個糊子 就是一個命 要不要給糊子 待會兒再圍 這是一個婚 這是一個合 合 這是一個婚 婚 什麼婚 婚開的婚 分 婚啦 我以為婚 我想說那樣婚 那要剪寫 不然敢這樣寫 女兒就是婚跟合 家庭就是婚跟合 兩個婚夫結婚就是合 再來兄弟子 出事姊姊出事是合 再來手大本雞本本出事 婚 本雞 北母年流翹起 婚 所以家庭就是婚合 這是命中的 這不改 改是改婚 婚要怎麼改 婚就是個性 個性 個性 什麼都改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喜歡家裡擺個財神 說擺財神 但是不了解財神擺的是做什麼 財神擺的是告訴你 人一生中 你既然看到那個財神 財神很和氣嘛 對 合氣才會生財 才有財運 對啦 這樣就通了 人際關係就弄壞了 總共會生財 是 所以要記得這個改個性 改個性就是改印 這個吳老師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改個性 個性決定你的一生 印 那你的態度是否正確 就是決定你的人生的走向 所以說我在講星座 為什麼在講星座呢 星座就是我們所謂的統計學 大數據 這個越深 這個越深呢 為什麼個性都不一樣 那你看看 我常常在強調就是說 星座要相互學習對方的優點 那就是改變自己的個性了 你比如說天蟹座 他會從雙魚座身上看到 為什麼我絕對的仇恨 我這個心眼都很狹小 為什麼我看到一個人 絕對的寬容呢 這個... 什麼事都無所謂 什麼事都無所謂 敵人都已經欺負到你頭上來了 你還可以這樣就原諒別人 在天蠍座他是做不到的 但是如果天蠍座能夠做到 寬恕別人的話 把心胸敞開 他的態度一改 搞不好他就跟很多人可以合作 這就是我所要強調的 沒錯 那雙魚座要跟這個 像天蠍座學習 學習他這個不畏艱難一直往前衝 因為他沒有定見 老師 你要補充一下 沒有 我跟你說 你很讚耶 讚 好...就是那個命運的問題 不要想說一定要強制改 那個人透過什麼來改這些 讀書 讀書 譬如說你對一個長官 可能他個性跟你不合 你很討厭他 你不甩他 那你永遠在他腳下就不升纖 那你只能忍耐 你來順受忍耐 有讀書的人知道要安平樂道 你來順受 所以你這個渡過氣 殺您光能 他走了換一個來好的長官 可能給你 就很罵氣了嘛 所以人要懂得這個 所以運一定要改個性 我們都一直強調這個 這個蘇老師 蘇老師您是什麼形狀 我是天蠍 那你這樣講的 剛剛這個郭哥這樣講的這個 有沒有得罪你們 沒有 沒有是嗎 而且我還發現我真的還 我是有一個很特別的特性 我只要看到女孩子 毫無原因的會讓我發暈的 去問一定是雙魚座 怎麼會... 實際上呢 我覺得 算命這個東西 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 這個可以稍微解釋一下 那個算命這個東西的 它的一些本質 有一個人呢 他有一個瓶子非常非常的寶貝 有一天呢 有一個大師 一個算命人跟他算說 這個瓶子明天正午會破掉 他就很緊張了 就保護他了 想說我要保護這個瓶子 對 要保護... 快中午的時候 那老婆叫他去吃飯 他不聽 保護... 老婆叫了幾聲之後就抓狂 叫你吃飯為什麼不吃 就過來把瓶子 砰一下就把它摔掉 你看看 顧東顧西 沒有顧到老婆這麼一摔 對 所以你說這個是 瓶子是真的是破掉了 但是實際上呢 他算命這件事情 對他阻止這件事情有沒有幫助 不見得 好 但是後來我發現就是說 我們撇開那些就是說騙人的 或者說別種管道像通靈啊什麼 跟那個鬼神交往的那種算命 其實我發現其實很多的算命 就像郭哥剛剛講的 其實是一種統計學 統計學 我們華人的文化很厲害的一點 是把天地之間的一些能量 把它歸納成木火土金水 這五種能量嘛 對不對 然後之後還有那個什麼那個 太極生兩遺 兩遺生四下 這些東西一排列組合起來 其實人生大概就可以知道 它有什麼樣的 所以就是說 你不可以去問蝶子 你是怎麼往生的 對 然後是個禁忌 對 那其中這個女生的話 她就嘴巴就很大 那你是怎麼死的啊這樣子 就沒想到有沒有 就後來蝶子那個 遺到什麼你知道 胸 從通常一般來講的話 可能是團隊命被死亡非命 所以那時候 十個女生一起有沒有 就重新 這幾天的一些能量把它歸納成 木火土金水 這五種能量嘛 對不對 然後之後還有那個什麼那個 太極生兩遺 兩遺生四下 這些東西一排列組合起來 其實人生大概就可以知道 它有什麼樣的沒落 然後呢 你這個本身出生的這個命 是什麼樣的格局 然後加上外在的環境 變成什麼樣的那個 不同的那個方式的時候 交相交互作用之後 就有些東西是可以預測的 所以呢其實真正要對命裡的東西 要有理解就是說不要被騙 就知道說很多事情 可能是在前面會發生 但是你如果小心的話 你可以避掉 或者說讓它用最小的方式來發生 像有很多人不是說 算出來有雪光之災 他說叫他去捐個血就好了嘛 對... 對 他說這個不行 吳老師說這樣不行啊 為什麼 等一下講完了... 對 所以呢其實我認為就是說 命裡這種東西對我們的作用 又有點像是說 我們有點像人生是在一個 黑暗的街道上面在那邊摸索 你不曉得你會摸到寶物 摸到大便 還是摸到什麼空的地方 但是你如果有這些就是說 類似像命裡之間的東西輔助的話 你可能就多了一個小小的手電筒 是 你比別人多了一點點知道東西的脈絡 是你的方向 對 但是並不表示說 你從此就可以一帆風順 你只是比別人多知道一點東西 你就趨吉避凶嘛 對啊 就是說你知道 會往好的方向走 但是你要努力啊 你不能說在家裡說 算命失措 明天會成功 那你一定不會成功 好不好 是...吳老師 補充一下 那個剛剛大家都講了很多說 命裡什麼這些是統計協 其實不是啦 我在這邊要稍微這個 你有了專業啦 我再講一下 因為我教命裡協教了40年了 我們命裡協 西洋星座也好 子瓶八字也好 祖為朵書也好 它的根據是星象 每天有星星出來 就象徵一個人出生 你是感應那個氣 譬如說為什麼在什麼座什麼座 你的個性這樣 因為這個時間哪一個星座 它是感應到 天體運行到那裡 它的根據是因為星象 不是統計 沒有 歷史上誰去統計 你告訴我 我找過歷史的書 所有的名書有看過 沒有人統計過 所以它是一套哲理 天體哲理 第二個就講血光之災 血光之災跟堅血沒有關係 血光之災就告訴你 開車小心一點 你不要去碰撞嘛 是這個意思 提醒你這個 不是說一定會發生 提醒啦 常常會算命的老師說 你最近會有車關 車關不檢得一定會發生 就是叫你提醒你開車小心 老師 那我想要請教一下就是說 像我問過一些研究子威的老師 他們就說 有些災難甚至連什麼 被蟲疫 容易被蟲疫咬傷 容易被火燒傷 容易被水災什麼什麼 那個都可以預測出來 可以啦... 如果組合斗樹裡面有這些東西 集合工裡面譬如說 比較有一些氣煞的 氣煞配合貪囊那種 就比較會有這個 花柳病 然後花柳病另外一種就是這個 蟲蟻咬傷 蜜蟲蟲這種 蟲子這些 包含這些 雙腳站開去蟲蟲蟲 一大堆嘛 不過這個講到這個命裡 大家都比較想要去算一下 自己的未來的運 真的 雖然俗話說得好 這個富人愛燒香 那窮人愛算命 但是聽說愛算命的名人 尤其政治人物還不少 孝辰 你應該這個都常看到 對 其實還滿多的 而且每一任的國家領導人 都一直傳聞有所謂的國師存在 那這些國師的話 像我們以前曾聽過 有一任的我們的元首 他就很喜歡去拜訪一位這個 年紀還頗大的國師這樣 就那次去的時候呢 那個就是大家就覺得說 奇怪為什麼他出來之後悶悶不樂 為什麼悶悶不樂呢 大家想怪怪的這樣 結果沒想到那天的國師的時候 就講了一句話 他那個話呢 我突然是那時候聽 聽他身邊的人講說 他是問了一件事情就是說 他卸任了之後 會不會他後面想要指定的人 有沒有可能可以接任他的這個位置這樣 結果他的那個話的意思就是說 好像就是說 後面好像不是很OK的 就有點另有其人那種感覺這樣 他就實在是很悶 很悶了之後呢 聽說在家裡面連續兩天吃不下飯 沒有吃飯 這個影響太大 有可能吃麵而已 就是吃不下飯大家可能吃麵這樣 反正我也看他活得好好的 就很大張 然後結果 結果後來之後呢 就越想越想 越想越不高興 結果他就打開電話就去問 就跟對方講說 你那個意思 後面接的可能不是我想要的 那是誰這樣 後來那個講說 他雖然不是你想要的那個 可是呢 他應該是奉你為 應該是 應該叫你老爸比較對 一聽 他就覺得不對 有一個那種所謂的乾額子 也不錯這樣 聽說那時候就是非常的高興 高興了之後呢 就做了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就是 跑到圓山飯店去 然後大吃大喝了一頓之後呢 非常高興的回來 結果可能是 走快走到他那個紅地毯下來的時候 突然間不小心 因為他要轉過去的時候 有一點不小心又半了一跤這樣 半了一跤之後 然後他又跑去有沒有 回去的時候 又打電話給那個國師有沒有 結果說 我聽你的話之後我就很高興 然後我就去大吃大喝一頓 結果回來為什麼 我好像這樣要走回去 他那個… 他那個坐車的時候 總好又被那個紅地毯 有點算 卡了一下這樣子 會怎麼回事 結果沒想到那個國師說 那我算一算 連這個都能講 所以說這個算命 不僅要算你的命 還要知道心理學 你突然發生什麼事情 他馬上就可以講一套說 你這個命中帶有這個轉折 可能就會開K到這個 但是以前 像現在算命已經變為一種 大眾的文化 但是在過去很多算命 卻帶著那種神秘 還有學藝的這個色彩 以前有玩過那個蝶仙有沒有 真的 怎麼會利用蝶子來召喚靈魂 蝶仙也會還有守護神 對… 可是好像我們玩這個蝶仙 好像我們有一句話說 請神容易送神難 有人玩不回去 有… 對不對 有嗎 有 這是今生經驗 有… 真的是超級可怕的 那時候是我記得是國中 我們國中的時候 就是非常流行 比如說蝶仙 蝶仙 還有你剛剛講那個幸運神 對…守護神 有一天放學 然後是隔壁班 隔壁班在玩這個 我記得是大概是 下午4點多的時候 隔壁班就是在玩蝶仙 那蝶仙你們知道 它會先有一張紙 上面會寫比如說 因為它會拼出一個字嘛 然後會說要或不要 或是或不是 然後兩個女生就開始玩了玩完完 大概玩了大概十幾分鐘 大概接近四點半的時候 突然就是 反正他們就玩到最後 不是要把那個筆先請回去嗎 是 我跟你說太可怕 請不回去 請不回去 然後兩個女生 我不知道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可是我們在旁邊看就覺得 超級毛 兩個女生抓住那個筆 那個筆是這樣子在跑的 這樣子在跑 然後就請不回去你知道嗎 然後最後… 就是其中的女生把手放開 然後她放開之後 就坐在地上 突然先大尖叫 她就這樣子 就這大尖叫在那邊 尖叫說我比不見了 不是 她就是 很奇怪的是 很多人就跑去問她說怎麼怎麼 但是她什麼話都不講 她就是說她就一直尖叫 一直尖叫一直尖叫 那我們其他人就覺得不對勁 我們趕快請老師過來 請老師來 老師就是大家看到現場 就先罵了我們一頓 然後也是去問那個女生說你怎麼了 但是這個女生 不管誰去碰她 她就是這樣 神頭她不會去管這種事情 她也不會向你遊手求 所以一般我們去拜拜那些都是鬼 會跟你說你要懷念什麼那是鬼 跟神只能求智慧 其他的不能求 泰國的四面頭也是他們當地的一些 真的嗎 不是普通的臉 是她生前是烏 死後就成為四面頭 所以要求她鬼都要智慧 是會對女生說你怎麼了 但是這個女生 不管誰去碰她 她就是尖叫 然後最後的最後就是 這個女生的媽媽把她帶回家 然後一個禮拜沒有看到這個女生出現 聽說是去收金了 吳老師 有 這個蝶仙 你覺得看過人在生蝶仙 你生了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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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認識 你給她看看 我們就是要請法器 要請到老師對不對 我們社會常常說這句話 觀光頭前人大刀 那不遺憾 觀光面前耍大刀 那不遺憾 有材料就是 大刀面前耍觀光 怎麼耍觀光 這個一般有 研究過道教的人都知道 像那道教的法師 他們是無神教 他們不信鬼神 因為那鬼神是 他叫他來就來 叫他去就去 那個才是法師 所以鬼神是我養你 我指揮你 叫合召鬼神 哪有時候被鬼神控制 剛剛捷哥講的那個是 身體被鬼神控制 因為人有三輪氣破 他把你的魂魄趕出去了 然後進入你的身體 是這樣喔 你要搶不回去 你請來的疊先 有時候準有時候不準 如果說請一個 像郭子你這麼聰明的人 來什麼都懂 他就講很多 很準 如果請一個這個 很差勁的人來 他就跟你鬼神 問什麼也不懂 有些法力強的 你要請他走他不走 他搞不好生前 生前他就是法師啊 那你就找一個 比較更厲害的法師把他趕走 所以說你一定要先把他的血靈 趕出去 再把他的本靈請回來 這樣就好 就這個過程而已 蘇老師有什麼要補充 你又是民間探訪了嗎 是啊 科學家不是 很多科學家或醫生 他們其實在解析疊先 前先 這種現象的時候 他們會講說 這種是人體的一種 真的嗎 跟著走 但是我其實我曾經 也是一樣在美國的時候 曾經遇見過一次玩疊先 後來我就知道說 其實有些疊先 並不只是身體的一些 那個純粹的反應 為什麼呢 他們那時候呢 是請三個台灣人 玩日文的疊先 日文喔 對 所以他們沒有什麼 直覺說什麼 會跑去什麼字的 然後點出來字 也看不出來 旁邊叫一個日本人來翻譯 結果翻譯出來的內容 也一樣是那種 就是說有意義的內容 所以從那一次之後 我就發現說 有時候有些疊先跟前線 純粹是 真的是有一些外來的 好像靈 靈的東西 但是呢 這種東西其實我們一直認為說 你如果能不要玩就不要玩 是 就像吳老師剛剛說的 你有時候 因為我們沒有分辨的能力 我們不曉得 我們招來的是什麼樣的靈 這個就有點像是什麼 你想要問說國家大事 結果你請來一個靈是 他從前是賣黑米山 他可能就看不懂 所以你就要叫那個 誰問上那個阿什麼插麵線 這樣才買下去聽一下就好了 對 你聽的人講說 什麼製大國如小鮮這樣子 但是實際上 我也曾經遇見過那種 就是說一些案例 那個來的那個疊先 那個厲害到什麼程度 就其中有一個是 竹科的科學家 他們在問事的時候 在問說他們那時候的那個 工作裡面有一個企劃 一直沒有辦法 一個機器一直沒有辦法運作 結果來的疊先居然告訴他說 比方說他可以講說 是N2786的晶體的問題 在旁邊就是主持疊先的 包括那個旁邊 工程師 除了工程師之外 沒有人知道那什麼東西 工程師一聽就是 是 是那個 講得很專業 對 也有這種情形 但是實際上我覺得還是 不要輕易去碰觸還是比較好 聽說當年政府還特別下令 孝辰有這樣的經歷嗎 就是因為那個玩得太過火 然後開始 大概差不多民國五十年到六十年 之間的時候 當時的政府有明文就 要求 要求不要有說 那時候是因為有 禁止怪力亂神的這種情況發生 所以呢 那時候就禁止這個疊先 而且從教育部這邊 開始發出來的那個禁令這樣子 而且以前的時候 這個疊先很容易買 在那個甘馬店裡就買得到這樣 不過最近台灣的確在近幾年來 也的確有發生過類似這種 就因為疊先引發出的一種 但是醫界他們講那個叫做 集體歇斯利 集體的那個歇斯底底症候群 就是在那個嘉義 嘉義有十個女孩子 十個女孩子 他們就玩疊先 那 我記得之前的時候他們有講過規矩說 玩疊先要不然就四個人 要不然就五個人 因為這樣比較好情好送 這樣 就那次圍了十個人 十個人的話 然後就開始在玩疊先 玩得大家很High啊 玩到一個翻調這樣子 就玩到最後的時候呢 其中有一個女生突然間覺得不對 為什麼呢 因為規矩是說 這個也不能問 這是個禁忌吧 是個禁忌 對 那其中這個女生呢 她就嘴巴就很大 那妳怎麼死的啊這樣子 就沒想到有沒有 就後來那個 她生氣了 疊先那個就移到了什麼你知道 胸 我想胸手的胸 這個胸 胸那個字那裡 胸通常一般來講的話 可能是死亦非命 她不是自然死亡的這樣 而且那個胸的時候呢 聽說那個女生的臉就不對 她一不對的時候 就會出現所謂的傳染性 所以那時候 十個女生一起有沒有 就中血 後來之後是集體被送到醫院去 好像還請了那個什麼 法師來處理才把它處理這樣 那我們到底是真的是請神遊戲 還是他們真的是神 這個... 不是 都不是神嗎 剛剛我們每個人所講的 那叫做鬼 鬼有點力量叫魔 如果比較修成正派的 就叫神 神的話他不會去管這種事情 他也不會向你遊手求 所以一般我們去拜拜 那些都是鬼 會跟你說你要懷念什麼那是鬼 你不懷念也不理你了 你求他 他只是幫助你身體健康 腦筋清楚 跟神只能求智慧 對 其他的不能求 那不管什麼... 什麼先什麼這些都不重要 中國以前 讀書人就很喜歡玩這個東西 叫福卵 福卵 對 台灣很多廟都是卵堂 福卵 對啦 我們的文祖公廟就是卵堂 為什麼叫文祖公 因為常常這樣談的 有關帝聖金嘛 文昌帝金嘛 福佑帝金嘛 就李東斌 還有這個李柳車啦 李柳三太子 李柳車啦 還有一個中央 中央就是五五千歲那個張巡 這個我號稱叫五文祖 我們台灣民間五文祖 說我們叫文祖公廟就是這樣來 他們早期也是幫人家胡卵 胡卵跟這種請什麼先來 有什麼差別 沒什麼差別 我講個故事聽聽好玩 過去我們有一個名人叫曾國煩 曾國煩就是清朝的那個大將 曾國煩年輕的時候 他那時候考上秀才要考舉人 他們幾個同學講說 那我們來胡卵 看能不能胡出明天的題目 曾國煩說不可能啦 你們信心這個玩完就好 結果後來曾國煩就自己下去胡 他很快就進入狀況 那胡出來是胡佑帝金降壇 胡佑帝金就是李東斌 然後跟他講說請問李大仙 先祖 明天可能的考題是什麼 他只有三個字 大仙 先祖 明天可能的考題是什麼 他只有三個字 明天的考題 不知道 也跟我想的一樣 他說不知眼 好 他說你是神仙 你為什麼可以不知 不知 再問你一次 再呼出來 還是不知眼 好 他跟第三次 如果再這樣的話 我們就把你的廟給毀掉 所以第三次還是不知眼 結果第二天考出來的題目是 不嘟不嘟 論理裡面一句話 孔子講了不知命 無語為精子 真的是不知耶 對啊 這不知啊 所以是真的有靈耶 當然有靈耶 可是要有智慧的人來解啊 不知眼 不知命 無語為精子 一定要以一個虔誠的心 你不要 不要把它當作一種這個 好像是你的魯普 請就來 趕就走 不要有所一些這個非憤的要求 那通常很容易請來的 要記得 如果你沒有鮮遠的人 你請來的都是鬼 而且不是正常的鬼 不是家親鬼 家親鬼就是有後代子孫侍奉的鬼 都是孤雲的鬼 孤雲的鬼什麼最多 這是剛剛孝成講的 兇死 車禍死亡 自殺 被殺 死於非命的 溺水這些 這種他心裡都一種厭氣 所以你問他死 你要再當他痛苦一次 當然他不高興嘛 好可怕 所以玩這種遊戲是有風險的 是啊 就像泰國的四面頭 也是他們當地的一些烏烏的靈 真的嗎 不是普通的靈 他生前是烏 死後就成為四面頭 所以要求他鬼都要注意 這個鄭重跟大家請到 是...這個吳老師在這邊 正本情緣跟大家講 這個沒有事就不要去求 沒有事就不要去 因為請來的都是鬼啊 魔啊 玩遊戲要小心 但是有很多人不信邪 有很多人不信邪 你怎麼做最不信邪 最不信邪的就是射手座 哪有 我很信邪 不是 你們射手座是絕對相信 絕對不相信 中間沒有半信半信 沒有模糊地帶 所以說你很信 那就表示你不是另外一派 但照理講你們出身應該都很直率 很快樂 很開朗 應該不會相信這些 只是因為你後面遇到了一些命運的波折 感情的問題 所以你才相信了嘛 對 其實你不相信了嘛 對 對嘛 那就對了 射手座不相信 母羊座也不相信對不對 這個母羊座他就覺得說 不信邪 不信邪 因為個性很硬嘛 怎麼可能這個三兩下 你就可以把我的命講出來 就算你牽著他去相信命理 他也只相信那麼一次 第二次他不會再去 這種叫做這個不信邪的 那會不會因為某種姻緣啊 這個去算命之後呢 變成到最後是更可怕的後果 就是走火入魔 這也有可能 所以說我覺得啦 不管十二個星座都有可能去算命 只是說我們歸納出來 比較容易會去算的 就是對自己比較沒有信心的 對 要不然就是不信邪的 這種不會去算 今天我們所有的嘉賓講到這個算命 尤其我們吳老師在這邊正本清源 這個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年輕人 看我們節目 現在四歲以上的非常多了 四歲喔 四歲 都已經當成人了 如果純粹只是為了好奇找刺激 玩寢神的遊戲 不要喔 只怕比你飆車的後果還嚴重 甚至會走火入魔 所以千萬不可輕易嘗試 一定要相信自己的命格 一定有一天你能夠有大好的前程 等著你的好不好 記得禮拜一到禮拜五晚上11點 準時收看我們 非常易世界 謝謝